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定收敛 然后呢 我们就证明了就是说 在X灵附近呢 应该也还好的 一般的状况打赏 但是越远就是越不好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收敛半径 R 这个 R 呢 是 从零到无穷 包含着无穷 那当然在无穷的时候呢 是 事实上是一个符号了 这不是一个实数 那对于这个 R 呢 对于这个 R 来说 有两个特质 那之外呢 就是会发散 不是绝对发散啊 是它本身是发散 它绝对值发散啊 不表示 这个比它 它那个绝对值发散是还要来的强 Series发散的话 那绝对值一定是发散的 那 我们有这样的现象 那还不止的 我们呢 在上星期呢 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 还讲到就是 有一个所谓的绝对均匀受敛 这个事情 是说 我这个 对于所有的 R 那个Series呢 是converged absolutely and uniformly on full R 那这句话是说什么意思呢 是说 所谓的 absolutely and uniformly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CN 我这个 full R 现在是不能这样子说 因为呢 现在呢 我这个叙述呢 是有中心点的 如果 0 的话呢 就对了 如果中心点是 0 的话 那是 full R 如果不是的话呢 是 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位移 移到 x0 为中心 那 是每一项的绝对值 这样子的一个 series 是converged uniformly on这个区间 那 用图画来说 是很简单的 这个是我的 x0 那然后呢 这个是 x0加R 这个是 x0-R 那我们就是有这样子一个 R 在 x0加R x0-R 的外面 就是会发散 在里面 绝对受恋 这个是 A 说的 是 A 说的 那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可以说是 C 然后呢 A B 就说 刚才所谓的事情 那 C 是说 我只要 我说窄一点点 我说窄一点点 那我就有呢 这个 x0-R 跟 x0加R 在这样子的一个区间上面呢 这个不只是绝对受恋 而且是均匀的 意思就是 我们呢 会受恋到那个 F 呢 基本上这个 series 的 partial sum 呢 都在 F 的某一个 epsilon 范围里边 那这个是跟我们的 B 部分呢 那个均匀受恋 就给它连接起来了 那 而且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今天要用的就是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留意一下 我这个 R 呢 是随便的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大 R 半径 我说进去一点点就 OK 了 但是 大 R 我不确定 有的时候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有的时候是对的 但是呢 我们就不确定 事实上 C 部分呢 是 当然是表示说 这个均匀收敛 是 这个所谓的 absolute and convergence 呢 是 also true for 啊 任何的 A B 在这个 负 X 0 减 R 了 X 0 加 R 了 X 0 加 R 了 为什么 这个很简单 你假设 假设 我的 sequence 我的那个区间呢 那个 A B 呢 是这个样子 是 呃 这个还不够夸张 是这样子 A 是偏向 X 0 的 B 是比较远一点的 假设这个是 A B 那没有关系啊 我就令小 R 呢 是比较远的一个距离 我的 X 0 减 R 了 X 0 加 R 了 就是等于这个 我用大一点点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小 R 了就等于 B 减 X 0 这个是 X 0 加 R 了 X 0 减 R 了 那我用大一点点的 红色的区间 它一定会均匀 按照我这个 C 的结果 那如果在 长一点点的区间上面 它是均匀的话 那在短一点点的区间 它当然也是均匀 啊 啊 所以 呃 就 就 是任意的 事实上是任意 B 区间 在这个大区间里边 这个均匀收链呢 绝对均匀收链 是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再说一遍 当我说绝对值是均匀收链 它本身也是均匀收链 这个是更强的条件来的 好 这个更强的条件 好 所以 呃 状况是这个样子 好 那今天我们 好 这堂课呢 就是要 呃 设置以下的问题 那 好了 你均匀收链了 收链到哪里 当然收链到我的 绝对均匀收链 收链到我的 fx 哦 哦 well 它绝对值不见得会收链到我的fx 哦 因为绝对值了以后就是另外一个数 但是它本身收链到fx 那 这个fx 有多好 哦 那我们看看 你这个puzzle sum 基本上是个多项式 多项式很好哦 哦 哦 就微积分的角度啊 微分积分都非常简单哦 哦 哦 那 那小f会不会多好 那既然你均匀收链的话呢 我们当然想到均匀收链当初的目标就是要做到 它能够传递 原来的函数的所谓的那些好的性质 那它会继承 那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f呢 这个question就是f是不是连续 它是不是可积 它是不是可为 哦 那 对于part series来说 都对 那我用最比较简单的状况来说 我就是x0等于0 啊 x0等于0 我就呃 这个组织xn 啊 假设 我现在是在一个区间上面f0 fx呢 是收链的 在这个收链半径以内 啊 这个series呢 是收链的 在整个区间上面f是连续的 是 在 辅到r的ab区间上面 我们有呢 是 它是 就是 等于什么 等于 cn的bn加1 减到an加1 除以n加1 好 n等于0 到五重 换句话说 它是什么 是不是等于 cn xn加1 除以n加1 从a到b 所谓的 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所谓的 逐项 逐项积分 啊 相当于就是 我的 对于这个part series 它收链到我的fx 那fx的积分 就相当于就是 每一项的积分 啊 这个叫做termwise integration termwise 啊 逐项积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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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 啊 啊 比如说 第一项就是c0的b-a 第二项呢 就是c0的b-a 平方-a平方-a平方-2 除以2 然后 下一下呢 就c1的b平方-b平方-2 除以2 然后c2的b三方-a三方-3 除以3 啊 如此类推 啊 那这个是连续跟积分 哦 哦 是这样 那 你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的好处 我们就 呃 当然呢 就表示说 这些par series的函数 就 事实上它连续的话 它当然就是可积 但是这个 它不只是可积 而是它这个积分啊 是很简单就算得出来 啊 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就给它 给它这些指数 给它弄一弄 然后代数进去 那我就 我就 起码有一个表达式 我对这个f的积分 啊 但是f 事实上是什么值 我还不清楚耶 但是我就有一个 事实上相当于是一个 呃 呃 也是无穷极数的一个表达式 就 字 马上就走出来 哦 那这个在我们 呃 在一些呃 呃 计算上面呢 是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哦 那 还不止的 是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呢 是可以衍生一些 一些积分的 呃 一些 是上一些呃 sodium 呃 那比如说这个 log的一加x 我们原来就已经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呃 有一个嘛 可可可可在的 那大家看看我怎么到 我也可以在指数 dude 它是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这个积分的话呢 我们对积分有一点点认识 我知道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1加t分之1 积出来 就是ln的1加t 那如果你取0 就是ln1 就等于0 取x 就是这个数 所以呢 这个等号是成立的 可是呢 1加t 这个x呢 当然我要x 是绝对只小于1 它可正可负的 1加t分之1 如果t是小于1的话呢 我本来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Maclaurin series在里边 它是等于什么 1-t再加t平方 再减t三方 再加t四方 那它的通向呢 就是-1的n方 t的n方 应该是-1的n加一方 t的n方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infinite series 那这个series 当然就是一个par series g到从0 g到x 那现在 0跟x 就相当于我的a跟b 就是在这个收敛半径里边 这个series呢 这个收敛半径呢 就是等于 这个series呢 收敛半径是等于1 这个不能 很容易就check得到 你用racial test 就check得到 我们也做过 1-t分之1 1加t分之1的状况 是一样的 那 好 那所以呢 只要x绝对只小于1的话呢 这个ab就是在这个收敛半径里边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积分 那这个所谓的 termwise integration 是等于什么 就是逐向g啊 按照我这个讲法 就是逐向积分 那就等于x 扣掉 x平方 除以2 那我原来是t平方除以2的 但是我带0带x 这个0根本就不会有值嘛 所以我直接带就好了 那x三方除以3 那那它的通向呢 是等于什么 是 加负1的 n加1的 t的n加1 sorry x的n加1 除以n加1 好 这个就是答案了 那 那或者是 如果我用一个 精简的方式 给它表达的话 不是就是这个吗 就是从1到无穷像 xn除以n 然后呢 前面呢 有一个正负号 是交错的 正负号 那 你看清楚这个规律呢 就是 负1的 n加1次方 所以 这个是 对对对 这里我搞错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是负1的n方 t的 乘以t的n方 好 所以 series是这个样子 好 那第一项呢 就是 就是 0方 t的0方 那就走向 这样子的一个 结果 那 这个不是就是 logarithm的 那个 Bachlorian series的 表达式吗 好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是 是很好的 好 所以我可以 利用这些 维积分呢 可以 延伸出来 可以 万一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这个形式怎么样子 那你有不同的方法 一个方法呢 你就是 像这个 tele expansion 定理一样 就是一个一个去求 求pattern 然后去找出来 那 这个 不是就简单吗 用我们熟悉的 一些项 用我们熟悉的 一些项 那 通过 微分 积分之类的方法 那 这些函数的 它的 Maclaurian series呢 我是很容易找的 那这些Maclaurian series 就是patter series啊 那 这样子就可以找到 这个 一个 不清楚的函数的 t的 series 我还有 不止这个例子的 比如说 第二个例子 这里 我不多说了 就是 这个 art tangent x 它是可以写成是 art tangent的微分 不是就是 一加 x平方分之一吗 art tangent的微分 就是一加 x平方分之一 所以呢 我可以用积分 只要我的 x 接近零的话呢 就对了 而这个 一加 t平方 我可以利用 这样子的一个 par series的 一个所谓的 展开式 这个Maclaurian series 然后呢 我不是带 t 我带 t平方进去 那 所以它是 一减去 t平方 再加 t四方 它的通向呢 那就是 就是 好 那 也来 t 前面还是 负一 n 方 那然后 这个 你给它 调换一下呢 就是等于这个 好 回来 回来这边 那个art tangent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状况 我当然可以写成一个 一个 所谓的 short form 所以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的 B部分 的 这个 这个termwise integration呢 是合法的 只要我的 x呢 只要我的 就是在这个 收敛半径以内 就OK了 0x在 它是收敛半径以内 就OK了 那 什么时候收敛 就是t要小于1 相当于就是 我这个x呢 就是要小于1 好 x绝对 只要小于1 那这个等号 都会对的 好 这个等号 都会对的 所以 这个已经是将 这个 Taylor series 跟Paw series 给它扯上一个 非常密切的关系了 我们 这个 待会 在我们最后的时候呢 总结这个section的时候呢 大家会看得更清楚 那现在呢 我们先知道 有这些东西 好 所以呢 我就要证明 证明就很简单了 东西都 都 万事区备 你是要小心 写一写出来 好 连续 你作为 一个partial sum 当然是 当然是每一个都连续啊 然后你是均匀收敛 所以这个连续呢 就可以 就是传到这个f里边 那 所以 都 好 我们要证就是f是连续 既然你的x呢 是 是在 在这个区间里边 所以x0的绝对值 怎么样子 都会小于我的r的绝对值 好 那我中间呢 插一个数 插一个数 插一个小r进去 当然可以啊 比如说小r 这两个数的平均数 好 是可以的 插一个 存在一个小r使得 小r使得 插一个数 那 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series呢 就是会 前面的5点11呢 这个series呢 cnxn呢 就是 converge absolutely and uniformly on这个 这个 乎r 那 意思就是 它的 这个parcel sum 是 收敛的 那 既然 那个parcel sum 就是 0到 n cnxn 那 是 收敛的 converge at x0 好 这个是个多项诗啊 那当然 它是 continuous at x0 好 那 那就 就表示说 它的limit 这个是 我们的5.6 前面的5.6 那 每一个 函数 是 收敛的 然后 现在呢 是说 这个是均匀 收敛 那就是 它的 它的 那个 fx呢 作为 这个parcel sum的 所谓的 uniform limit 均匀的极限 就是 它也是会 在x0 那点 收敛 那 整个事情呢 对任何x0 都对的 这个是 负r 到r 我们这个点 可能很靠近 负r 没关系啊 但是它不会等于 负r 嘛 不如等于负r 我中间就可以插一个 插一个 小r 那这边 当然有一个小r 临在中间 那 它是均匀收敛 然后呢 在这点呢 它就是 连续 那每一点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我的f呢 是 continuous on forr r 是整个区间上面 任何一个点 它都是要连续的 因为我可以选择不同的 小r 使得它是对 所以这个是 连续 然后 b 积分 也一样啊 也一样 首先就是说 存在一个r 使得 我的ab呢 是 subset of forr r and subset of 这个 这个是 没有问题 这个r 这个r 就选择就是 ab绝对是较大的那个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好 所以呢 我们 前面的 这个 已经说好了 就是 这个series呢 是 converge absolutely and uniformly on ab 那 我就利用 这个 5.6b 所以 它的 它的 所谓的积分 这个击数 从a到b 这个积分 这个当然就是等于我们的 abfx dx 5.6b就是说 这个积分 这个里边的limit 跟这个积分号是可以交换的 因为它是均匀收敛 相当于是什么 就是limit 大n去上无穷 然后呢 ab 0到大n cnxn 好 这个是它的partial sum 所以limit是可以跟积分号交换的 就是 就是 这个就是 5.6b所说的 然后 这个是有限和 对于积分来说 有限和加 等于各自的相加 所以呢 我0到n 这个 这个项呢 也可以移出来 好 它是等于各自的相加 甚至说 我的cn 好了 我想 我想我不 不不 当然cn要移也是可以的 我就这样子吧 所以等于各自的一个相的积分 那这个积分我们当然是清楚 外面来说 take the limit以后呢 就是这个 然后cn事实上是拉出来 然后就是 xn加1 除以n加1 然后取值于ab 而这个当然就是termwise integration 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 给它 这样这个limit 移出来 移出来 那 然后呢 这样这个核式 这个是有限和 当然也可以移出来 那就是 就 就等于这个了 好 这个 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想 我想我不写那个了 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这个 会等于这个 好 所以 都很简单 这个 就因为有了 我们前面的5.11 这些东西都 都简单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微分 微分 在均匀收敛的时候呢 微分也是比较麻烦的 那在这里呢 也是 微分是 比较麻烦的 我们的积分呢 是可以逐向积分 我们希望呢 那个微分呢 也可以逐向微分 我的fx 是可以写成c0 加cex 再加c2x平方 一直加下去 那我的 我的微分是什么 我不知道它对不对 如果可以逐向微的话呢 那就是等于c1 再加两个c2x 再加三个c3x 平方 一直加 而通向是什么 上面的通向呢 是cnxn 那如果你将这个 当作一个向来围的话呢 当然就是等于 就是等于这个 那 ok 那这个 如果 以一般的通向来写的话呢 就是 n cn x的n减1 然后 n是从哪里开始 不再是从0开始了 n是从1开始 到无重 是这样 那 那问题是 就是这个问号 会不会等 它会不会收敛 而收敛到 刚好就是 f'x 我们连收敛 不收敛都不知道 这个收敛半径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在这里呢 要先判断 判断就是 我们有两个power series cnxn 这个是从0到无重 然后 然后呢 ncnxn减1 这个是从1到无重 当然0开始跟1开始不重要 收敛是看尾巴的 看后面的 那现在呢 就是说 这两个series呢 它们的 收敛半径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判断 它的收敛半径是怎么样 我们说它的收敛半径是一样的 有了这个以后呢 后面就好办 后面就好办 那这个呢 那我们看看就是 利用这个定理呢 我就是有 以下的定理 假设我的fx呢 是等于 cnxn 是 事实上都 跟刚才的 一样 它有一个收敛半径 负r到r 那当然我是假设r是大于0的 那 但r如果等于0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好谈了 这个是空级来的 那 那在这个区间里边 f是differentiable 而且呢 f'x呢 就是我们的 逐向微分的这个结果 只要x 就是在这个收敛半径以内 就OK了 那这个是 就所谓正面回答了 我们这个 那个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的 question 那 还不止的 因为这个游戏呢 如果我可以微分一次 这个也是一个par series啊 那 我也可以在逐向微分啊 那逐向微分 会不会等于它的二阶倒数 也对 f是 infinitely infinitely differentiable 都没有问题 而且呢 我 逐向微分了以后 你还记得我们这张开始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的 逐向微分了以后呢 比如说 我们这个逐向微分 我带0进去 我带0进去 这些都不是全0的吗 所以 f'0 既然这个等号是成的话呢 f'0等于ce 这个 全部合法了 全部合法了 我这个逐向微分 是可以的 那然后 我就可以带0进去 带0进去 这些项都没了 所以 f'0就是ce 那你可以想象出来 如果我再微分一次的话呢 f'0就是这个再微分 就是这个项走出来了 就是两个c2 那所以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 我是原来是从这里出发的 我没有原来没有小f的 但现在呢 我因为他受恋 所以我叫他的小f 而这个小f呢 就是跟我们前面谈这个Taylor series 一样好 那 它是等于 f的 完全全就是一模一样 意思是什么样子 我随便 有一个cn 它就有收敛半径 那假设他这个收敛半径 是正的大于0的 只要它是大于0的 那在这个区间里内 我这个f就是一个函数 而这个f 就是很好 无穷之可为 而且呢 它是所谓的real analytic 而这个cn xn正好 就是f的 Maclaurin series 那他记得 我们讲过好几次Maclaurin series Maclaurin series就是 它在 x0等于0的那个Taylor series 那这个 就是我 这个定理的 remark 好 这个cnxn 就是exactly 正好就是我们的f的 好 所以你看这个很漂亮的 所以你看这个很漂亮的 我有一个f f够好的话 你有Maclaurin series 现在我反过来 我随便弄一个series出来 那只要这个cn 这个增长够好的话 那在这个受链区间里边 它这个f 它正好就是这个对照的函数值的Maclaurin series 所以 所以Taylorin series 跟Power series 就是等价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刚才 刚才的那些logarithm art tangent的那些 你算出来的 你说它是Maclaurin series也好 你说Power series 都是一样东西了 原来是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来的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更深刻的了解 它们就是同一样东西 那这个定理我们要给它证明 刚才的证明呢 是用到5.6 都是要用到均匀收敛的相关的定理 那是这样 那个Proof of 5.14 那那个5.13呢 利用5.13 我就知道 它是 收敛半径是一样的 它收敛半径是一样的 那 所以它就在付R到R之间 它就是 收敛 好 那现在呢 我就 我们讲什么维分呢 都一样的 就是 只要我的X呢 在付R 我一样就是 我就 找这个R 我简单来写 我就插一个小R进去 那所以在付R这个B区间上面呢 是不是 这些均匀收敛呢 绝对均匀收敛呢 都没有问题的 那 所以 我的GX呢 我GX就是等于我的 NCNX N-1 它是 一到无穷 它是 定义是什么 定义就是 等于 Limit的 大N 去上无穷 Summation的 NCN X N-1 一到大N 好 那 这样子一个Series 它就是 converge uniformly On 4R 在4R上面呢 它是 Sorry 是小R 它只有均匀收敛 那那个是 5.11告诉我们的 那 我们的AFX呢 当然也等于 Summation的 我写一写 就是Summation的 CN X的N方 从0到大N N去上无穷 那 这个 我叫做 所谓的 Limit的 SN 这个就是 SNX来的 的Limit 它也是 是均匀收敛 On 扶 R 它也是 在这个区间上面 是均匀收敛 好 那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 前面的 有关均匀收敛的 定名呢 就可以用了 怎么说 它说 如果我的 F是 SN 是 是 PointWise 收敛 既然它均匀的话 它当然PointWise 收敛 然后它的微分 它的微分是什么 它是个多项师 这个ParsalSum 就是个多项师 它的微分 当然是足项嘛 你是有限项的 所以呢 你就是 它 每一项的微分 这些多项师 我们都知道 当然是等于这个 就是等于这里 它是收敛到 G Uniform On-Fu O 那 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结果呢 我就可以利用 我的 5.7 前面的 有关均匀收敛 微分函数的 均匀收敛的 那个结果 它本身是 收敛 然后它的微分 是均匀收敛 那就表示说 我的F呢 这个极限呢 也是可为 而且呢 它的微分 就是收敛 是等于G F是CE And F' 正好 就等于G 在每一个点上面 F' 正好就等于G' F' 正好就等于G' F' 正好就等于G' C'N X'N-E N' N'从1到5重 F'O'X Inf'R'R' 因为这个X'N-E' 因为这个X'N-E' 那我只要 对于固定X以后 我就选取一个合适的R了 那这个事情都对 没有一个例外 没有一个X例外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这个A部分呢 我们就做完 那 B部分是 基本上是重复了A部分 因为 我们刚才是这样子写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Pars series 我现在都不管它是不是 什么 它就是一个Pars series 就是一个Sequence 这个Sequence是这样子 C1 两个C2 三个C3 如此类推 它的系数是这样子 那 所以 我就是Similarly 既然 这个是一个函数 它有一个Pars series 那我就将它为分 在这个收敛半径以内呢 我就是 这个为分就合法了 这个为分 就是一个新的函数 我叫F' 而右边的为分 就是 就造为嘛 就会是这样子 升高一级 就从 这个系列的 这个极数的第二项开始 而第二项的那个 那个系数呢 就是 就是2乘1 这样子走出来的 好 那 我可以再做 N N-1 N-2 CN X的N-3 那然后呢 我的N是从3开始 到无穷 好 那 Inductively 我就有了 所以F是 无穷之可为 By induction By induction F是 Infinitely Differentiable 最后 这个C部分 就是 就是带0进去了 C部分 带0进去 那 F0是 我带0进去 F0就是 当然是C0 好 F1是 F1是 F'0是 C1 F'0是 两个C2 好 如此类推 我就有了 好 你 利用Induction 你知道是 你这样这个 这个 这个平台的做呢 我就有了 就是 它一定是 有一个N阶层在里边 因为你一直微分 一直微分 前面就是 这些系数呢 越累积越长 那你带0进去以后呢 后面的像都没有 只有N等于3的时候 是出现的 那就是有三个像 321 好 那 N次微分 只有N像 这些规律都 很容易就会看得出来 OK 我们有一个Colary 你也可以看成是Remind 好 这是我们最后 最后一个定理了 好 是说 你这些 Power Series呢 是一样的 Unity Theorem for Power Series 意思是什么样子 我有没有可能 有两个Power Series 它们在同一个小区间里边 是收敛到同一个函数 好 有没有可能 那 就是 如果 An Xn 是等于 Bn Xn 或者是 如果Cn Xn 一个Power Series 是等于Bn Xn 那 For all X 在一个区间里边 好 如果一点的话呢 是有可能的 可是呢 如果我有一个区间 无论这个区间多小 只要我有一个小区间 它们是一样的话呢 Den 我这些系数 要完全一样 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 就Cn 就等于Bn For all n 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是 我的5.14说 我的Cn 我 我应该这样子说 我令 它们叫做Fx 它们收敛到 它们既然相等 那我就将它相等的值呢 我就叫Fx 那 上面就说 我这个Cn 一定是Fn的0 就是这个F函数 它在0值里边 的NJ导数 除于NJ乘 而 Cn是这个样子 Bn 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公司是 反正你就是一个 Pars series 就是对的 所以这个就跟 多像师一样了 我们两个多像师 一样的时候 就是所有系数 都要一样 现在 对于这个 无穷次的多像师 这样状况是一样的 它都要等于 那个N次为分 在0点的值 除于NJ乘 所以 那这个理论就 就 就 就完整了 那这个就是 Pars series的 那个 整个理论 好 我们break一下